我是不同意形容這次的工作 是一個民主的倒退 這次是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 來填補了我們選舉制度裏面的一些缺陷 或者是堵塞一些選舉制度的漏洞 這個制度的缺陷和漏洞 就令到它可以產生了一些不愛國 甚至是危害國家安全 擾亂香港秩序的人在政治體制裏面 利用了他們公職的身份和議政的平台 來傷害香港 譬如放下了立法會的公務 走了去美國 要求美國的政府和議員採取一些措施 來制裁香港 傷害香港 這個就是我們見到制度的缺陷 這個不是跟民主有直接的關係 香港的實際情況發生了什麼的變化 令到我作為行政長官非常焦慮 令到中央可以說是忍無可忍 而是做這次的工作 任何民主制度都不應該衝擊國家安全 但是今天香港的選舉制度 就出現了會危害國家安全這些行為 這套制度都是必須要加以糾正和完善 所以這次是人大的工作的目標 所以我就不同意說是民主的倒退 或者是收窄了參政的機會 我們是非常之同意這次人大決定裏面 說日後常委會獲授權去制定的詳情 包括修訂附件一附件二 是需要維護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選舉權 以及被選舉權 這個也是寫在《基本法》裏面的 有些外國的政府 又會直擊去野起爭端 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事務 是內地 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的事務 來作出一些很粗暴的干預 只要這些人士在那些西方的社會 是認為他們是他們口中的民主的人士 他都會干預 甚至會很粗暴地叫我們去釋放 我都很懷疑 講這些話的官員 知不知道什麼叫法治 所以這次又有一次機會了 上一次《國安法》就說我們去違反人權自由 這一次一定就說我們民主倒退 我們是不會受到威嚇的 我們會繼續無畏無懼地去理積順責 沒錯 我們個人和我們家人 是因為就罪財受到一些影響 但是這個時候正正我們是要發揮寫小家 為大家的精神 所以這次的工作 無可避免會引來同樣的攻擊 但是我們不會怕 我們會繼續履行我們的工作 為了香港能夠長治久安 會繼續努力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